首先别说第一集韭菜有种顶级思维 这种母肥定律 你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发生 观众老爷让你不再害怕 那比特币还有没有机会上破38,000美金呢 我们从一些历史一些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比特币的话还有可能会进行下一波的一个上涨 只是说现在要去洗盘一下 做一个洗盘的一个动作非常非常的明显 洗完盘之后继续去向上去突破 肯定有一个4M的一个状态 那周末的这种行情的话 一般是处于一个震荡下跌的行情 过了周一到周一的就开始表演价格的一个大的波动 一般都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比特币价格是在37,000美金水平 其实比特币的话在今天或者明天的话都是一种吸血的行情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上一轮牛市当中的话 也是出现了一个超买的一个现象 大家来看一下 上一轮牛市的一波小牛当中的话 它是第一次出现一个超卖的一个情况的话 是在这个5000多美金就是从下面这一段上涨到这个位置 上涨81%也就是涨幅80%多的水平 出现一个超买的一个现象 随后它一直是出现一个超买的现象 但是价格的话不断是向上飙升 然后在标升了152% 那从整体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你看这位置出现了一个只次的一个超买现象 两次然后出现一个回调 回调之后再出现一个超买情况 没跌多少然后又进行反弹 这个位置直接就创了一个高位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位置是处于什么水平 那目前的话也是第一次出现一个超买的现象是吧 我们可以观察到牛市当中的话 也是都是出现一个超买现象 是吧 但是它的一个价格的话一直是震荡 震荡进行慢慢去向上的一个情况 并没有出现一个大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向下的一个情况 所以得出这种结论的话 它在高位震荡出现超买现象的话 并不是说马上又出现下跌了 而是出现时差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调 那回调第一次的力度可能不会很大 第二次的话可能会深度的调整到20%左右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它只有可能去一个洗盘的动作 慢慢去震荡向上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四小级别 很多朋友都好奇四小级别发生什么 四小级别的话 它连这个上涨的通道都没有去跌破 它的一个上涨还是挺松的 现在整体的行情 四小级别也出现一个超买的现象 这是非常正常的 毕竟它的价格高高挂在那里 整个行情的话都被吸血 那目前比特币又再次进行吸血了 这种吸血效应的话 只会把其他币种的一些数值 那些币的资金吸到比特币的一个行情上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比特币的依旧坚挺 可能会一直维持在36,500美金 到37,500美金的位置去震荡 震荡到周一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一个大级别的一个向上突破 继续突破 那么这种formal情绪的话 还没有出现 那因为的话这种formal情绪 到达38,000 38,000是没有太大问题 能不能去上到45,000 我们有待去上去 那么来看一下它现在到达哪个位置 它目前的话才到达 0.382以上 还没到达这个0.5 说明这一片的一个套牢盘的话 是有机会能够去解套的 只需要去耐心去等待 现在还没有突破那么快 它再慢慢在为这磨积累一大片的一个空单 积累够空单之后 它才会出现一个回调的一个动作 这是比特币的一个情况 那整体的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下方的一个清算的位置在哪里 其实现在上例的天平的话 是往这个多头方向去靠的 那目前的话 它无限去接近 下方的一个36,600美金的水平 有4亿美金的一个多单会报仓 是吧 跌它上来是吧 那目前的话 上方的压制是在一个37,700多美金的位置 有4亿美金的空单 这两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 当然我们要去分析一下 以太坊的一个情况 那以太坊的话 最近的话我是去做多 然后就被套住了 我靠 那确实是以太坊的话是出现了一个调涨 但这种调涨的话 能不能去坚挺住啊 能不能去做多 是吧 很多朋友就问我能不能去做多啊 那之前在这个位置突破以后啊 我就告诫大家会有一波 不错的一个上涨啊 那确实是它突破到我们的一个 上方第一个目标价格 也就是这个2150美金这一代区间啊 但是它价格并没有去完全去突破啊 那它其实上方更强的一个压子在哪个位置啊 在这个2300多美金那个水平 那2300多美金它是有机会去测试呢 只是说现在 现在它还没有去到达这种位置是吧 之前这一片套牢盘的话 连摸都没摸到啊 后面的话以太坊也会补涨 所以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以太坊那个多单是吧 如果它再往下跌的话 我会继续去做多这个以太坊啊 因为它的价格来说的话 对于现在来说的话 价格水平的话还是非常低啊 我很明显就可以体验啊 去测试到啊 它可能还有50%左右的上涨啊 这一波行情 所以现在为什么要去阻击它的一个原因啊 即便它现在出现了100点的一个回调啊 大家都害怕了是吧 100点都害怕了 那你是不会是吃到肉的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的行情的话 它是进行一波下跌 画了一个小门是吧 当然这个位置的话 并没有去实体的一个打破啊 2000美金这个实体没有去打破 那如果它去跌穿这个2000美金一个实体啊 那我们要寻找一些支撑位 能够去在哪个位置能够支撑得住 如果你在下方这个 偏区间的话 我认为的话 是可以去做多的 以太坊的话 我认为在这个 2000美金附近啊 我认为是可以做一笔多头的 多头在这个位置可以去做一笔啊 做一个反弹 如果突破这个下降的通道啊 2050附近是吧 在这位置它回抬到下方的这个 这个2000美金附近 然后跌破这个位置 之后啊 那你这个位置 我认为是可以去做一笔 以太坊的一个多头了 2000美金到2050美金这片区间啊 只所谓是在放在这个1950附近 可以做这种单子 这种单子的话一旦成功啊 收益就非常大了 因为的话它接近有百分 230的一个上涨啊 我认为是可以去搏一搏啊 当然去清仓去操作 牛市当中的话 合约的话清仓去操作 是吧 因为的话牛市当中的话是一直赚钱呢 是吧 这是个情况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分享的话 先分享到这里啊 大家如果点赞关注的话 赶紧去关注一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